欢迎收看本期的集数点评 各位好 我是小小林老师 今天要给各位带来的 是第四届孟百合杯 四强战三班旗的第二局 至此呢 四强战呢 已经结束了 两位晋级决赛的选手 纷纷是快刀斩乱马 皆是以2比0 即退掉的对手 而即将会失决赛的呢 是中国两位棋手 明玉婷以及谢科 最令人振奋的是 谢科啊 也是中国棋手中 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个呢 以00后之之 打击世界大赛决赛的 这个有一点 不让申真旭啊 专美于前 那其实呢 谢科在今年的表现啊 也是可圈可点 在四年一次的 围棋奥运硬式杯上 是把科捷呢 给干掉了 当时啊 其实还有蛮多 中国的棋迷很不谅解 可能在他们心中啦 中国可能就只有 柯捷会下棋这样子 别忘啦 围棋终究还是一个 个人的竞技啊 中韩之间的较量 当然好看 但最终还是要 回到1v1的单挑对决 所以谢科这盘棋呢 击败对手范婷玉 也再次证明了自己 击败科捷那盘棋啊 并非只是侥幸 自己确实已经到达了世界冠军的高度 就看能不能踢进这临门一脚 那老师在很早之前啊 就已经预测谢科会大放异彩 你们还记得 柯捷跟谢科那盘棋我是压谁吗 当时好像没什么人看好我吧 但事实证明啊 跟着小老林老师 只会让你别墅靠大海 好那马上呢 我们就进入本期的急速点评完结 这盘棋呢 谢科直黑他的对手范婷玉直白 行径至此呢 直白的范婷玉啊 是稍稍领先的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啊 白棋占据了相当多的时控 以及上方 黑棋呢 虽然在底下 以及右半边 有一定规模的时控 但由于贴幕问题啊 现在还是处于落后的阶段 那刚刚呢 黑棋在这里提了一手 轮到白棋范婷玉走棋 那这种空中棋啊 其实是蛮难的 因为选点太多 想走哪都可以 比如说左边这边 到底需不需要加补一刀 把这四颗吃掉 还是右边这边 给他来个浪漫途径 把右边的空给压缩一点 又甚至是右上这边 到底需不需要走棋 其实是蛮困难的 我们先来看实战好了 实战呢 半田院里是把棋 尖在这个位置 一看我们大概就懂意思啦 就是白棋希望能够借着 喵黑棋这个断点 进而呢 把右方的这个黑控给破掉 但这手棋呢 却惨遭了决意给的差评 大概降了十几个百分点 他认为这个棋啊 你在兼之前应该要先做 冲完之后 断 这个问应手 这个问应手厉害在哪里呢 首先 黑棋大概就是吃跟接两个选择嘛 那如果吃的话呢 白棋啊 可以先在上方啊 卡油 你冲 我就挡住 那这个棋不能吃啊 吃完被打回去 很不舒服 所以它是退回去 那如果做完这几手交换之后 由于黑棋自身都厚起来了 这个尖的价值就变小了 所以白棋就不走这个尖了 而是走到上方的这一壶 这个AI认为呢 这一步非常的巨大 那如果说黑棋是选择接在这里的话 诶 右上白棋就没有办法卡油了嘛 但是接下来的这个尖就厉害了一些 因为等一下如果黑棋不理的话 这个跳路啊 有没有感觉 就我这个贴事先手 甚至我也可以用搬一个来做利用 你吃我可以从这里打过去吗 让这个黑棋啊会被利用的更痛苦 好回到实战 范提鱼并没有做以上的一些交换 而是直接把棋给尖在这里 刺一手 谢科啊展现了强大圣布斯的棋感 他把棋挤在了这个位置 这一步棋竟然是AI的第一选点 其实当时初出一看的时候 老师是看不懂这部棋到底在干嘛的 因为通常啦高手面对这种尖是一个要求自己补断点 是会手把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挤 我当时一看是想说 他是想要吃这几颗是不是 可是怎么吃 这个我不是一挖 你就爆掉了吗 你看比如说你这个挤一挡 我接触就好了啊 挡住这边不是一个双轿池吗 这这个挤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后来仔细一看才发现 哇 OMG 这个挤 暗藏杀鸡啊各位 如果范提鱼真的把棋挖在这里 我跟你讲 这盘棋可能再过十手 比赛就结束了 因为黑棋准备的吃一手势 挤在这个位置啊 挤完之后再一挤啊 他根本就不是要挡住收控吃三颗啊 他是准备杀爆你全家 好那这个挤也是命令式你也只能接住了 对吧 然后黑棋就再挤啊 挤挤挤挤连环三挤啊 那这一挤又是命令式等一下这个棋要断掉了嘛 所以白棋最多就是打一下之后还是必须回来接住 但被黑棋一断之后 哇 这个右边啊 树子直接被生吞活泼掉了啦 这一图呢 当然明显就是中计了 白棋不行 所以回到实战 范提鱼呢 是没有在底下走棋 而是再把棋给断在这里 他就是好像觉得说这个尖你既然不理我 我一定要好好的给你来个猫的制裁 尖在这里 但各位可以看一下 通常哦 你去切断别人的棋子 切断的这一手棋 价值都会是零木 就是你切断人家这手棋这个动作 通常是帮你围到零个地盘 但为什么有时候还是要切断呢 因为我们可以透过攻击 获取一定的利益 就是等于是这部棋子先付出代价 但是没有回到地哦 然后我们再通过攻击 把前面这个段的损失给比补回来 但此时的范提鱼 看了一下就发现 不对啊 这边等一下还是有一个挤 那挤完之后这个段 跟这个挤或这个葱 还是没补好啊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他又再花了一手棋 把棋尖在这个位置 如此他连续走了一个尖 两个尖三个尖 来为了做什么呢 为了进攻这三颗黑棋 可是黑棋你在攻的时候 人家也在动啊 所以黑棋就在这里一飞 我们来比较一下 双方各下三手棋的收获吧 首先我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排棋就是在连接切断 连接就这样子 并没有围到什么实质的空 也就是说这三部棋的价值 极低极低 几乎可以说三手棋为了接近零木左右 那反观黑棋下的这三手 第一手挤 第二手跳 第三手飞 这个跳跟这个飞 你不要看好像是单关连接 其实是有价值的 为什么 因为原本这四颗棋子 是挺孤单的 比这个孤单三母还要孤单一点 但现在 他的好朋友 很接近他了 让他不再这么孤单 所以这几颗相比 白棋走的这个尖尖尖之下 是挺不错的哦 那范婷玉呢 也因为 这连三部尖尖尖 掉了 接近50个百分点 他从原本胜率大概是75 降到只剩25 因为在高手过招 每一步棋都必须发挥他最大的价值 结果连续梦游三手 哇 这个失误可以说非常的巨大 好那 白棋究竟有没有弥补的办法呢 我看了一下AI 其实还是有的 就是 这一手不要再尖了 这两手下错就算了 但是我们要及时回稳 把这个棋护过去 这个棋护过去的意思 第一个当然是扩张自身的地 第二个就是 把这几颗割开了 因为你这个棋是连不回去的 所以黑棋如果要连接 势必要从这里打吃 那我们就不要杀他嘛 我们就放生他不行吗 当然我知道你很想接嘛 但是接现在不行嘛 我们就在护嘛 对不对 给人家提掉 又没关系 有时候就要怎么样 要懂得放手嘛 我们再团住 如此 等一下这个棋一接回来 等一下还可以夹 所以黑棋必须补一手 然后 白棋再回到 上方的打吃 走成这样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右边是差不多的 只插在 一个是 连好的 一个是 被切开的 但是 其实没什么差嘛 因为这几颗棋说真的 就算切断 照那个实战德性 也不可能攻到什么东西 还不如让他 花两手吃一颗 只赚两目 但左边就 很不一样啦 你看 黑棋并没有飞到这里 而且 这个头啊 也是被白棋给敲到 这一来一回呢 白棋哦 仍然是 局面优势的 那最终呢 谢科是越战越勇 并没有给这个范婷玉 任何的 翻盘机会 顺利的 以2比0之之 杀入了 孟百合杯的决赛 即将呢 与敏玉婷进行 五番棋的较量 大家比较看好谁呢 我知道这时候 可能又蛮多人 就会支持谢科了 想说啊 00后嘛 中国的新希望来了 但 我自己啊 是比较看好敏玉婷的啦 呵呵呵呵 我认为 国内王 这个称号 并不是叫假的 如果今天是 深圳序 朴婷环 对上敏玉婷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的 压这个 深圳序 朴婷环 但 今天是 谢科啊 自己人的话 我认为敏玉婷的发挥 能力会BUFF上去啊 老师大胆的预测 3比2啦 敏玉婷获胜 各位旗友怎么看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老师分享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 希望各位会喜欢 喜欢的话呢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 B站的朋友们 也千万不要忘记点个关注哦 我是小小林老师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各位 拜拜 嗨嗨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收看我的频道 小小林网讯课呢 现在扩大早生 回馈给各位旗友呢 第一堂课可以免费 世上的福利哦 欢迎大家来体验 那我们的网讯课程 包含直播上课 回放复习 线上作业 还有线上的对弈 老师呢 会依照各位学员的旗力来分班 让你用最亲民的价格 做最有效率的学习 想变强的旗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哦 大人跟小朋友都可以上哦